我覺得人都會犯錯啦 我覺得人真的都會犯錯啦 那我也蠻相信就是 現世報啦 我覺得有時候不是不報真的是時候味道 我不是說NO哥啦 我也是說就是也是封勸大家就是 在做什麼事情都必須三思而後行 如果真的有錯也是要 跟受害者說真的對不起會比較好一點 馬國畢認致電NONO說重話 我相信現世報有錯就道歉 那個朱海君 是 先說真心的一句話 是 燕NONO遭小洪老師控訴性侵 累積超過30名受害者神隱至今 連帶也害老婆朱海君受到牽連 慘遭網友出征 還一度傳出兩人離婚消息 其實蠻驚訝的 其實這些人都蠻驚訝的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在重新自己爭議 自己的心情 然後情緒甚至也想有沒有做出 這些事情 他有迴避嗎 我們有通過電話 我們通過電話 對 跟他加油 對於自己加油 那你住海君有關係嗎 海君界喔 我們沒有他的這個 私人的聯絡電話 沒有跟他聯繫 我覺得人都會犯錯啦 我覺得人真的都會犯錯啦 我覺得人真的都會犯錯啦 那我也蠻相信就是 現世報啦 我覺得有時候不是不報 真的是時候未到 我不是說NO哥啦 我只是說就是 也是奉勸大家 就是 在做什麼事情都必須三思而後行 像我之前去讀過 我也沒有考慮到那麼多嘛 那就是走偏了 那就是貪心 我覺得人都會有啦 那其實你 跌倒過後 不要想說 我就放棄自己 應該要就是 趕快重新整理 去面對自己 對 那NO哥的事情 我也希望他趕快就是 你私下有關係嗎 有耶 有耶 因為我們也是過來人 對 曾經跌倒過 那 也希望 他能夠好好整理自己的情緒 然後好好的面對 逃避會越來越重 會把問題 越搞越大 那 勇敢去面對問題 問題會先解決一半 以前你還說 NO哥怎麼會 因為真的有長處啊 長處 對啊 尚害者都在講他的長處 更可惡的是 他還問說 他是不是很大 你有看過我這麼大的嗎 現在已經兩個人真的那麼大 七十位 不知道 那個長處喔 那算長處嗎 不知道 因人而已 現在好像已經進入了司法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交給司法吧 那 如果真的有錯 也是要 我們 跟尚害者說聲 對不起 會比較好一點 請相信 讓子也會回頭 我現在今年48歲 我希望在50歲之後 可以過一個 不再一生親的生活 狀況 然後趕快把債務趕快還親 我只要還親的一天 我一定會讓大家知道 其實講真的 現在畢竟 自己也是爸爸 也是個女兒 那當然也會希望說 女兒在以後的成長過程 那也不希望去遇到相處的事情 對 我覺得 不管是男生女生 大家都要互相尊重